哈囉大家好 我是三星講師Nate 近期您是否有在幫家裡面的長輩尋找一台孝親機 或者是你們家裡面有年齡介於學齡前到國小的學生 需要一台學習用的平板呢 三星近期發表了全新的Galaxy Tab A9 Plus 平板 讓你可以輕鬆入手一台媲美旗艦規殼的平價平板喔 那我們就先從外觀開始來跟大家介紹 它的機身背面是被全金屬所覆蓋住的 比起上一代的Tab A8 我們在背面的部分呢用到整個金屬雙色的一個質感呈現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鏡頭框的部分呢 就可以直接辨識到說 它是一台Galaxy Tab 系列的平板 接下來翻過來正面 映入大家眼簾的是一個具有11吋的大尺寸的平板 它也配備了90Hz的螢幕更新率 可以獲得非常流暢的一個螢幕表現 除了視覺之外呢 聽覺我們也給到大家 杜比全體聲的四喇叭的設計 那不管你是平常在學習用觀看影片 都可以提供你視覺加聽覺的一個雙重饗宴 那在這一次的Galaxy Tab A9 Plus上面呢 也承襲了Tab S9上面的多工處理的效能 讓你在進行數位學習的時候呢 更加的遊刃有餘喔 比如說呢 老師設計了一個校園探勘的學習單 那你就可以呢 透過平板的後鏡頭 去拍攝植物的特寫照 把它加入到學習單當中呢 製作上面呢更加的有效率喔 那對於家中的長輩來說呢 可能會有滿手的股票跟期貨 那你就可以幫助它呢 在觀看期貨啊 跟現股的分析走勢的同時呢 再另外開啟一個下單軟體 達成三重視窗的這樣的一個應用 那如果三個視窗還是不夠的話呢 我們中間還可以再疊加五個彈出視窗 它可以呢 再另外開啟一些股票分析的一個網站啊 或是社群的連結呢 來去做觀看 讓你呢 在多重視窗的應用上面 更加的便利 更加方便喔 我們也是首次在Galaxy Tab A系列平板上面支援Pogo接點的鍵盤皮套 把它化身筆記型電腦的應用方式 那同時之間呢 我們也可以在接上鍵盤之後呢 開啟我們三星的專屬功能叫做Samsung DeX 那進入到這個DeX模式底下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類似Windows電腦的一個操作介面 每個APP都可以去做視窗化的彈出式的開啟 我們都可以透過多視窗的一個運作方式呢 在這個DeX模式底下 來完成更有效率的一個工作的控管跟運用喔 那如果這台平板是要作為家中學齡前 或是國小生的小朋友來去做學習使用呢 在你把平板交給它之前呢 我們建議各位家長呢 可以開啟三星的專屬功能叫做Samsung KISS 那進入到Samsung KISS之後呢 你可以調整它螢幕使用時間的長短 還有呢 就是在APP的使用上面呢 你可以選擇允許它使用的APP 那你也可以透過後台呢 看到APP使用的情況 那你就知道呢 它在使用這台平板的過程當中呢 有沒有確切的來去做使用 學習用的相關的軟體 就可以讓你有效的限制孩童的使用時間 也可以呢 幫它挑選 適合它閱覽的一個APP的一個使用權 那雖然呢 這是一台非常容易入手的平板 但是呢 我們也保留了非常多三星裝置優秀的串連功能 例如呢 你有三星的手機平板加上耳機呢 我們也保留了自動切換Buds 這樣的一個非常方便的功能 那同時之間呢 我們也可以透過跨裝置接續應用程式呢 來去透過手機跟平板之間的串連呢 接續應用你的Samsung Note 10的編輯 都可以呢 在手機跟平板之間做到跨裝置應用的一個串連跟實現哦 那來看完今天Galaxy Tab A9 Plus的開箱介紹 您是否覺得它的品質超越它的定價呢 如果對於這台平板有興趣的話 歡迎到各大電信商通路 以及我們的三星專賣店 來去體驗跟購買哦 謝謝大家收看 我是三星講師Nate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